欢迎来到《迷岸追踪》 最近贾亲始皇同学发现我们的美美Taylor Swift 话题度可是爆满 2024年2月Taylor在悉尼的粉丝们可开心坏了 美美从2月23号开始到2月25号 连着在悉尼开了4场演唱会 8万多人的现场常常爆满 就连跟她相爱相杀了多年的Katy Perry也到场了 而且美美的老爹为了保护女儿不受狗仔队的骚扰 还一记老拳把一个臭名昭著的娱乐狗仔干烦在地 毫不夸张的说 目前我们的美美绝对是国际一线顶流 粉丝数量的计算单位都到1了 而在美美众多的粉丝里 就有我们今天的主角之一 Bola Marcondon 这个家伙可不是一般的粉丝 用追星族来形容她可能更贴切些 为了能和自己喜欢的明星见上一面 为了能和他们合影 几个小时甚至是几天的长时间蹲点 是Bola的必备技能 而Bola最让人不可思议的一点还是 他不单从一个追星族成功转职成了一名悉尼的警察 而且他最终还从警察转变成了 人人都惧怕的杀人凶手 我们今天的故事要从澳大利亚带 在Grace Point讲起 Grace Point距离悉尼市中心29公里外 是悉尼东南部靠近水边的一个小型社区 整个社区不大 人口只有3000多人 比较特别的一点是 它的大部分地方都被hacking河包围着 所以很多房子都是有水景的 非常的舒适 而我们之前提到的追星族 Bola Mark Condon 他家的房子也有这样的水景 这所房子从外面看好像并不起眼 就像是一个普通的一层平房 但实际上从后面看 它是一个三层的五房三位的大房子 房子的后院就临界着Dent Creek小溪 想钓鱼的话 直接拿个杆坐后院的草坪上就行了 夏天的时候直接走下台阶就能下水游泳 连泳池都省了 那么问题来了 这么好的房子要多少钱才能买得下呢 网上的记录显示 这栋房子是Bola的母亲Colin 在2001年买下的 花费了358000美元 20年后的2021年 这栋房子卖出的时候 售价已经达到了227万澳元 而这位Colin 其实并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人家 她来自印度早年移民澳洲 虽然没有加入澳洲国籍 但还是在当地警局里找到了一份工作 正式成为一名警察 Colin的丈夫Raymond是一位保安 两人结婚之后 一起拥有两个孩子 哥哥Bola McCondon 和小她三岁的妹妹Jamila 这两兄妹从小时候起就很亲密 之后都入读了同一所高中Kiravi High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 这两兄妹都是超级追星族 为了能跟自己喜欢的明星见上一面 两兄妹经常一起出动 每周至少两到三次 他们会提前在网上搜索明星们的活动 在酒店 机场 演唱会 活动现场等周围蹲点 而且一吨就是几个小时 甚至是一整天 随着两兄妹追星的经验越来越丰富 两人干脆在2012年成立了一个名叫 thatsthet.com的网站 专门分享两人追星的照片和经历 随着两人追星手法的日益娴熟 Bo又成立了Australian Reporters网站 这两个网站都是类似Vlog的兴致 让妹妹或者是朋友帮着拍摄 而Bo自己的端个话筒充当记者 在各种音乐发布会 电影首映式 粉丝见面会等多种场合 跟来悉尼宣传的好莱坞明星们合影采访 而他采访的明星们来头可都不小 其中就包括我喜欢的喜剧明星Ben Steeler 月光之城里帅气的吸血鬼帕丁森 以及人见人爱的雷神兄和米兰达克 甚至还有我喜欢的Cinderella man 拉萨尔克洛 说实话能跟这么多超级大牌采访 喝也看到我真是羡慕嫉妒恨 2014年只有19岁的Bo达到了他追星的巅峰 他在Lady Gaga悉尼的演唱会上 丢给了自己的偶像一张留言纸条 而超爱粉丝的Lady Gaga也是很巧的 就捡起了他的这张纸条 并且当着现场15000观众的面 读出了纸条上的内容 这张纸条上写道 Gaga 你不单是我的偶像 还是我的救星 Bo表示Lady Gaga在上一次演唱会的时候 曾经鼓励过他 说不论你是怎样的一个人 你的父母都会爱你的 Bo表示正是Lady Gaga的这一番激励 才让他在两周前鼓起勇气 告诉了自己的父母 他是同性恋 Lady Gaga和现场的观众们 被Bo的这张纸条打动 而这位超级偶像也很大方地 邀请Bo在演唱会结束后 可以去后台找他合影 于是就有了这张Bo亲吻Lady Gaga的照片 这一次的经历让Bo在追星圈里出了名 也打响了他的知名度 在2015年的时候 他甚至被邀请去了美国采访 踏上了金球奖颁奖典礼的红地毯 之后为他采访过的明星 跟他合影们的明星的就更多了 随便说几个大牌的 其中有叛逆女王Miley Cyrus 话题女王Kim Kardashian 甜心妹女Selena Gomez 英国歌手Katy Perry 以及和她相爱相杀多年的闺蜜 Taylor Swift 等等等等等等 而Bo的妹妹詹米拉也不甘示弱 她去不了美国 干脆就在悉尼本地追星 特别是喜欢跟踪哈利斯泰尔斯 不过长期的追星 外加没有稳定的收入 逐渐的让Bo和詹米拉两兄妹 放弃了对之前两个网站的经营 高中毕业之后的詹米拉 去了悉尼机场附近的 麦当劳打工挣钱 之后她又去了英国的伦敦 在那里结了婚 等她再次回到悉尼的时候 詹米拉已经大着肚子了 为了维持生计 她选择跟她母亲Colin一样 加入了澳洲的警察大军 做了一名接信员 不过这份警察的工作 她没有做多久 COVID就来了 跟当时不少抵触接种疫苗的人一样 詹米拉认为疫苗不安全 对自己的健康有害 所以拒绝接种 前前后后 她和警方这边沟通了无数次之后 在2022年 詹米拉生日的这一天 警局给了她一个 意想不到的生日礼物 他们以詹米拉拒绝接种疫苗为由 直接把她开除了警队 不服气的詹米拉 还直接上诉到了 劳资关税委员会IRC 认为警方无正当理由 就把她开除 因此申请赔偿 最终IRC认定 警局这边无过错 驳回了她的上诉请求 另外一边 她的追星哥哥Bow 在意识到追星不能当饭吃之后 在2019年的时候 也加入了警察学校 毕业后 她被分配到了 Saray Hughes警局 专门负责和青少年犯罪有关的活动 那么这位看上去人模人样的警察 怎么会犯下一起谋杀案呢 这件事 也还是得从她的追星讲起 她追的明星里 有一位名叫 Jesse Bay的主持人 虽然她并不像欧美的 那些影视明星那么大牌 但是在澳洲本地也算是一位非常受欢迎的主持人 Jesse来自墨尔本 从小时候起就对橄榄球特别感兴趣 她加入了高中的橄榄球队 并且在2014年的时候取得了冠决 不过Jesse在高中毕业后 并没有选择做一名职业球员 对影视制作颇感兴趣的她 最终选择去了拉筹博大学 学习戏剧和传媒专业 2017年 Jesse大学毕业后 加入了澳洲的10号电视台 在Gamify和Totally Wild 等多个青少年节目里做主持人 Jesse是一位非常外向和开朗的人 主持风格生动有趣 经过了几年的打片 她在2021年 还被升职成了节目制片人 前途可谓是一片光明 更难得的是 事业繁忙的她 同时还兼顾了自己的兴趣 她虽然没有做一名职业的橄榄球球员 但是却考取了裁判资格证书 在众多橄榄球比赛中担任裁判 其中包括在昆士兰州NEAFL联赛 2018年和2019年的决赛裁判 而2023年澳洲年度最佳检球的那一次判定 就是Jesse在现场裁定的 作为一位受人尊敬的裁判 和一位热忱满满的主持人 Jesse的人生充满了无限的可能 然而不幸的是 她认识了一个人 一个摔神 这个人就是我们提到的 追星大神变警察的 Bo Lamar Condon Bo和Jesse曾经短暂的约会过几次 对于Jesse来说 她原本就没有打算继续发展下去 但是Bo这边却不这么想 一直对Jesse纠缠不休 2024年2月5号 Jesse在社交媒体上公开了自己的新男友 Luc Davis Luc是澳洲航空公司的一名空城 和Jesse刚刚交往了几个月 在看到Jesse有了新男友后 一直遭到拒绝的Bo心生怨恨 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的心里已经有了一个邪恶的计划 2024年2月21号礼拜三 在这天上午的11点左右 Cranola警局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 打电话的人是Cranola俱乐部的一位 园林工人Tommy 他表示自己刚才在收拾垃圾的时候 发现一个黄色的大垃圾桶里 有一些非常可疑的东西 其中包括一件带血的衣服 接到8万后的警方很快就赶到了现场 他们在垃圾桶里发现了属于Jesse 以及他的男友Luc Davis的众多物片 其中包括一部手机 一张信用卡 一个价值8000澳元的手表 还有一件带血的上衣 在联系不上两人之后 警方打电话给了Jesse的母亲 她的母亲在得知儿子失踪之后 马上就提到了一个名字 Bo Lamar Condon 说这个警察最近一直在跟踪和骚扰Jesse 希望警方可以查查看看 在联系不到Bo之后 警方开始分头行动 一对警员前往了Jesse所在的 Peddington区的住所 另一对警员前往了Luc所在的Waterloo区的住所 警员在Luc的家里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但是在Jesse的出租屋里 警方一进门就看到了三个清洁工 正忙着给家里打扫除 其中一个人还把家里的木地板拖了快一半 见此情形 警方立刻制止了清洁工门 并且迅速封锁了现场 通过仔细的检查 健身员在Jesse的房间里发现了大量的血迹 根据出血量判断 受害者基本没有生还的可能 此外在厨房的地板上 警方不但发现了血迹 而且还找到了一枚 点40口径的空弹壳 几何案发现场的所有证据 负责案件的资深探员 Sasha Pinaza认为 Jesse和Luc应该已经离世 而现在他们最有利的一条线索 就是爱发现场的那颗空弹壳 Sasha探员于是一边让健身人员 立刻对该弹壳进行分析和比对 一边努力地寻找案发时间段内的目击证人 通过走访Jesse周围的邻居 住在他街对面的一位邻居表示 在两天前 也就是2月19号礼拜一 他在早上的时候听到了几声枪响 他家监视器里的时间显示 当时是周一早上的9点50分左右 通过调取案发地周围的监控 警方发现在2月19号礼拜一的早上 一辆可疑的黑色越野车 被停在了距离Jesse的家 大概25米远的地方 在稍作停顿之后 一位男子下了车 看向了Jesse的家那边 然后在9点整的时候 该男子去车离开 50分钟之后 上午的9点50分 Jesse对面街的连居就听到了枪声 4分钟后9点54分 警方发现Jesse的手机 在当时拨打了000报警电话 并且可以听到Jesse在背景里喊道 滚出去F off等字眼 遗憾的是 Jesse还没来得及和接线员说上话 电话就被挂断了 当时警方的接线员 并没有对该电话进行回播 也没有进行任何跟见 现在看来 很可能Jesse就是在那个时候遇害的 同一个地方的监控显示 在案发的19号晚上 一辆白色的丰田嗨A4面包车 出现在了Jesse的家附近 通过身材 样貌特征和走路的特点来看 开车的人和白天的那个闲人 应该是同一个人 只是换一身衣服 通过追查白色面包车的车牌号 CW82PM 警方得知这辆车 是从悉尼机场附近的 Mascot去租来的 而租车的人 正是我们的追星族警察 Bull Lamar Condon 得知了这个线索之后 警方立刻开始重点调查Bull 他们发现Bull和母亲Colean 从2017年开始 就离开了Greens Point 之后搬去了悉尼的Bull Man去居住 因为这个时候Colean 已经和自己的第二任丈夫 Brett Smith结婚 他结婚的时候 自己的儿子和女儿 都参加了他的婚礼 二婚后的Colean 把Greens Point的房子出租 并且在2021年出售 而兄妹两人 则随着母亲 一起搬进了悉尼的Bull Man去居住 在对Colean的住所 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查后 警方带走了一些物品作为证据 但是没有公布具体的细节 同样是在3月21号周三这天 警方接到里通报警电话 该女子声称 自己是现役警员Bull Lamar Condon的朋友 她说Bull警员 今天开着白色的丰田面包车 带着她 一起从悉尼开车 一路来到了两个多小时之外的小镇 Bungonia 在来的路上 两个人还一起去了五间超市 买了一把索和一个切割机 当到达了Bungonia的一处私人农场时 Bull下车拿着切割机 把农场大门的锁直接给锯开了 开车进去之后 他又把新买的锁给换上了 之后Bull让这名女子 在大门口附近等着 她自己则开着白色的 High Ace面包车 去了农场里 大概在30分钟之后 Bull警员返回 此时他注意到 车里原来摆放的一个 蓝色的大帆布袋 已经消失不见 他说Bull警员之后开着车 在今天下午带她返回了悉尼 越想越不对劲的他 于是拨打了报警电话 按照这名女子提供的线索 Sasha探员带着大批警员 前往了本高尼亚 开始在农场附近 进行地毯式的搜索 通过调查 探员发现这处农场 并不是Bull随便选择的 它里面有一个挺大的蓄水池 像个池塘一样 而且这个农场的主人 其实之前还跟Bull交往过 经过了连夜的搜索无果之后 时间来到了第二天 2月22号礼拜四 警方通过询问Jesse的 多名好友后得知 在案发之前Bull就多次跟踪和骚扰Jesse 他曾经把Jesse手机里的 所有联系人全部删除 还偷着Jesse家的钥匙 趁着Jesse不在的时候 偷偷溜了进去 把Jesse的车子用钥匙划伤 并且把水加进了车子的汽油箱里 真的是相当的阴险 遗憾的是 面对Bull警员的持续威胁和骚扰 Jesse始终没有报警 而是试图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 他的好友Corey表示 自己之前还帮着Jesse发了一条长长的信息给Bull 详细说明了Jesse不希望两人继续发展下去 希望Bull可以稀释宁人 大家好聚好散 不过很明显Bull这边可不这么想 2月22号礼拜四的这一天上午 警方又接到了另外一位女子打来的电话 说她觉得自己有必要跟警方报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注意她和昨天那位在Bungonia的女士不是同一个人 今天这位打电话的女子名叫Renee Fortuna 是一位已经离职了的警察 重要的是她原本是Bull警员的搭档 在2021年疫情尚未结束的时候 两人曾在一起工作过 Renee表示自己的家是在悉尼北部两个小时车程的Lampton 距离Newcastle时很近 她说在今天的凌晨4点半左右 天还没亮自己就被一阵桥门声给叫醒了 打开门后发现竟然是自己的前童是Bull 她说Bull当时情绪激动 说话有些语无伦次 她直接告诉自己说这辆丰田HiAce车是她租来的 车里面到处都是血 她必须要借Renee家的水管用一下 她必须把车里的血清洁干净 当Renee询问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 Bull表示她带着一位女性朋友昨天一起去了乡下 说她自己浮在池塘的水面上 但是尸体就是沉不下去 当Bull驾车离开之后 Renee就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 新南威尔士州警方对这起谋杀案件是相当的重视 包括新州警局的局长、副局长、凶杀组、总警督在内的多名高管 都在新闻发布会上一一作答 而之所以警方对这起案件这么重视 有下面几个重要原因 第一案件的受害人Jesse虽然比不上那些大牌明星 但也算是公众人物 她的受害激起了一定的名分 第二从案发现场找到的点40口径经过比对后 证实是来自警员Bull的警用配枪 也就是说名义上是保护社会大众安全的警察 却用警用手枪犯下了凶案 这让社会大众普遍对警察的不信任感斗争 第三凶手和受害者的身份比较特殊 撇开双方的职业部说 凶手Bull和Jesse以及Luke三个人都是同性恋 Jesse和Luke的遇害让不少同性群体的人觉得 警察是有意针对同性群体的 这次的谋杀事件让3月2号礼拜六举行的 一年一度的同性恋大游行受到了很大影响 多年以来 新州警察一直在试图改善和同性团体之间的关系 在过去的20年里 每年警察都会参加同性恋大游行 以表示警方对同性恋团体的支持 但是这次的谋杀案发生之后 游行的组织者直接建议警方不要参加游行 或者参加的时候不能穿警服 因为怕激起很多人的不满 新州警局的局长Karen Webb 还因为这个事情特别在电视上 给游行的组织者辩论了一番 我们回到案件中来 在新州警方的全力行动之下 短短几天的时间里 这起案件就家喻呼啸了 每一天你不论打开哪个新闻网站 谈的都是这起案件的最新建设 案发的四天后2月23号礼拜五 可能是自知无法逃脱 Bo于周五的上午10点39分 在他的叔叔Brian的陪同下 主动来到了邦代警局自首 需要注意的是 Bo的叔叔Brian是一位非常成功的投资商人 住在Greens Point区 距离Bo之前的水井豪宅只有几分钟的距离 当Bo的生父Raymond和母亲口令离婚的时候 Bo当时还在上小学 却是父爱的他一直把自己的叔叔Brian当成是自己的父亲来看 两个家庭之间的关系多年以来都非常密切 警方之后在Greens Point区的Plower Street 发现了Bo租用的那辆白色丰田High Ace 接后Bo在自首的时候是Brian一起陪同的 警方怀疑Bo在离开同事Renee之后 就一直躲在他的叔叔Brian家里 不过尽管Bo选择了主动自首 承认杀害了Jesse和Luc两人 但是面对探员们的审问他依然不肯说出两人遗体的位置 负责案件调查的Sasha探员则一边派人继续在农场的食堂里继续深挖 一边继续在悉尼这边寻找各种证据 试着偏凑出案件缺失的偏图 几天的忙碌下来 警方已经大致的还原了整个案发过程 早在案发的几周前 Bo就从射击场里偷走了几颗子弹 有了子弹之后 Bo就开始准备枪支了 米兰达警局的枪支管理记录显示 2月8号的时候 也就是案发的11天前 Bo的警用手枪被以用户支付活动的方式 从警局提走 这种所谓的用户支付活动 通常来说指的是有些特殊的活动进行时 比方说美美的演唱会 比方说网球比赛 这些活动的组织者 我们俗称甲方 会付款给警方 让他们协助做一些安保工作 不过这次的甲方有点特殊 它是悉尼的市政府 因为在2月11号礼拜天的时候 悉尼市中心将会有次比较大型的游行示威活动 主要是关于支持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 纳瓦利内 不过可惜的是 在悉尼游行的仅仅4天之后 纳瓦利内就在2月16号 离奇的在监狱里离市了 按道理来说 在这次的示威游行活动之后 也就是2月11号 Bo就应该上交他的警用配枪 但是他故意拖着没有做这件事 在案发的一周前 这位警察的追星眼又上来了 他穿着警服站在了歌手 Jessica Mowboy的舞台下面 并且他还骗这位明星的安保团队说 自己是Jessie的私人警察保镖 案发的几天前 都准备好了枪支弹药 准备好了要杀人的Bo 还抽了个空 去找了Courtney Kardashian 2月17号 也就是案发的两天前 Miranda去Westfield购物中心的惊恐显示 Bo在一位朋友的陪同下 去了运动用品超市 买了一个蓝色的冲浪袋 而这个袋子 也就是后来用来装Jessie的那个 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Bo在2月19号案发当天 把车子停待了Jessie家 25米远的地方 踩好了点之后 他把车开走 然后步行去了Jessie家 不过俗话说 计划不如变化快 令Bo没想到的是 平时家里都是Jessie一个人在 而偏偏这次他的男友 Luc Davis也在场 三个人于是当场扭打了起来 把Jessie的家里弄得是一团乱 此时已经杀红了眼的Bo 于是一不做二不休 朝着屋内的两人连开三枪 分别在厨房和卧室 将两人杀害 期间Jessie曾经试图拨打报警电话 可惜的是电话还未接通 就被挂断了 当时Bo的处境非常尴尬 由于压根就没想着 Luc会出现在现场 所以他只准备了一个冲浪袋 只够把Jessie一个人装进去 没办法的 他只能连时改变计划 他在地上铺好了蓝色的大帆布 把Jessie装进了冲浪袋后 他把Luc连同冲浪袋 一起用蓝色的大帆布给卷了起来 拖到了后院里 做完了这一切后 在当天下午的时候 Miranda去Westfield购物中心的监控显示 Bo再次来到了这家体育用品超市 再次购买了一个冲浪袋 连牌子都和之前的一模一样 不过Bo没想到的是 就在他买冲浪袋的 差不多同一时间里 Jessie的一位女性室友 在下午的5点40分回了家 她看到了后院的地上 有一大团用蓝色帆布包裹着的物体 而且这个蓝色帆布的下面 还有一些红色的液体 这位女性室友 当时以为这个红色的液体 是Jessie把家里的甜菜 撒到了地上造成的 因为Jessie在生活上 一直以来都很邋遢 好奇心的驱使下 这位女性室友 还顺手拿了手机 拍了三张照片 而且还用手指 戳了几下蓝色的帆布 她之后对警方表示 戳上去的感觉 不像是里面有硬邦邦的冲浪板 而感觉像是什么 软啪啪的东西在里面 警方告诉她之后 这位室友才知道 当时的蓝色帆布里 包裹着的应该正是 Jessie和Luc两人的遗体 求下这位室友的心理阴影面积 Bo这边 在买完了第二个冲浪袋后 在周一的当天晚上 就从悉尼机场的Mascot区 租来了一辆白色的丰田HIGH ACE 她趁着夜色 用钥匙打开了Jessie的家门 偷偷地 把装着Jessie和Luc的蓝色帆布 拖上了车 为了掩人耳目 Bo在第二天的时候 还用Jessie的手机 发了两条长长的信息 给Jessie的室友 她以Jessie的口吻 告诉这位女性室友说 自己准备去PERS定居 请求室友帮她把家具 包括床头柜等物品 都搬出来到前院 而这位室友在回复Jessie说 由于Jessie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的 还不收拾 其实案发的时候 几个人搏斗造成的 所以两名室友 一致决定把Jessie踢出去 并且告诉Jessie说 他们已经找好了清洁工 在周三的早上就会过来清洁 当时警方赶来的时候 看到的那三个清洁工 其实就是Jessie的室友请来的 在假借Jessie的名义 发完信息后 Bo对她的一位朋友 不分坦白了案件 这位朋友并没有主动联系警方 警方暂时也没有公布 不具体坦白了什么内容 在和自己的这位朋友 坦白完之后 Bo来到了自己母亲 在Bellman的家里 并且在下午的时候 去了Bellman警局 把自己的警用配枪 上交了回去 回家之后的Bo 马上就打了电话 给警局请假 说自己的身体不舒服 没法上下午的班了 第二天周三的时候 Bo也没有来警局上班 此时的他找到了一位女性朋友 陪着他一起去了Bangonia 买好了切割机和锁头 之后又独自去了农场的池塘里 在把车上的蓝色帆布 丢进池塘之后 Bo驱车把女性朋友带回了悉尼 期间在晚上11点的时候 Bo连夜购买了一些 举重用的砝码 以及两个手电筒 买好了砝码和手电筒之后 他在周二的半夜里 又驱车返回了Bangonia的农场 这一次他是一个人去的 警方猜测他是担心 尸体一直扶不下去 所以打算回去用砝码压着 又或者是他打算转移尸体 在Bo自首的四天后 2月27号礼拜二 他在更换了新的律师后 想法有了改变 因为根据澳洲的法律规定 如果凶手不肯说出 受害者遗体的位置 那么在判刑的时候 凶手将不会有假释的可能 为了换取自己最大的利益 在当天上午的11点 Bo要求和探员谈话 表示自己愿意说出 Jesse和Luke被埋葬的位置 得到消息后的Sasha探员 立刻前往了邦大警局 Hello this is breaking news from 7 News A major development in the search for missing Sydney couple Jesse Baird and Luke Davis We're taking you live to a police press conference Luke Davis and Jesse Baird Today and this afternoon Detectives attached to Strikeforce Ashfordby We have located a second crime scene in Bungonia which is a separate location to the scene that they had been searching yesterday and earlier And at that location we believe we have located two bodies We believe, we're very confident that we have located Luke and Jesse But I'd like to say also that This information did come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accused for which we're very grateful And I'm sure the families are very grateful 根据Bo提供的信息 警方在Bungonia的一处偏僻的围栏附近 找到了被冲浪袋包裹着的 被埋在浅坑里的Jesse和Luke 这处位置 距离至新警方搜索的池塘 有20分钟的车程 如果没有Bo提供的线索 不确定警方还需要多久 才能找到两人的遗体 案件发生后 不论是警方内部还是社会大众 都对Sasha探员的工作 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 她已经连续几天不眠不休 疲惫到了极点 就会连续几天 不过同样是警方的高级官员 大众对警局局长Karen Webb的评价 可就没那么好了 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警方感谢Bow探员 可以说出受害者被埋葬的位置 这让Jesse和Luc的家人 感觉非常的不舒服 他们觉得一个杀人的警察 说出埋葬的地点 不过是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率 不过是为了争取假释 他有什么好感谢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Bow作为一个追星族 他是怎么就通过了考试 成为了一名警察呢 新州的警察考试 有语言、推理和心理测试三个部分 其中心理测试部分 有多达上百个问题 可以帮助警方判断测试的人 是否有任何心理上的问题 或者是反社会人格 很多人怀疑Bow的警察考试 是否有做假的心意 又或者是警方 故意降低了考试的标准 因为新州警局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 该州的警力缺口多达 1500人 而且有很多已经培训好了的警员 做不了几年就辞职 或者转行 究其原因是警察这个行业 一来没有特别大的薪资竞争力 而来工作相对危险 而且工作时间不稳定 经常需要三班岛 经常需要在周末和假期上班 这使得很多警察 无法兼顾自己的家庭 所以这个行业 人才流失严重 多少年来 一直都很难填补上 这也就难怪那么多人会怀疑 Bo为什么就那么容易的通过警察考试了 其实这几年在做警察的过程中 Bo也是多次被人投诉和诟病 其中最显眼的一次 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 当时Bo和另外一位警察 参与立项任务 两人从泰勒广场 一路追着31岁的嫌犯Chris 来到了Rose Terrence外面的草地上 期间可以看到 嫌犯遵从了警察的命令 并没有进行反抗 然而Bo却突然拔出自己的警用电击枪 连续几次电击嫌犯Chris 因为这次的事件 Bo在2021年的时候 被警方内务部调查 虽然很明显 他的反应在当时的确是过激了 但结果是 作为警员的他 并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很多人认为Bo追星的经历 当警察期间暴力执法的经历 以及之后跟踪骚扰和谋杀的经历 都显示出 Bo明显有一定的心理问题 并不适合做警察 所以他为什么就能顺利的 通过警察考试的心理测验部分呢 如果他在第一时间 就没能通过警察学校的考试 那这后面的一切 就都不会发生了 由于这期案件 才刚刚发生不久 所以很多信息警方并没有公布 Bo下一次的出庭日期 被定在了4月份 到时候如果有什么重大更新 我们再回头一起关注 那么对于今天的这期案件 对于这个追星变警察 又变杀手的Bo Lamar Condon 你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 分享你的看法 跟往常一样 大家要记得照顾好自己 派你们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